长俄4号登月耗资接近一公里地铁的造价 而印度仅仅只花了1.4亿就搞定 还拿了两个世界之最 中新网9月10号援引俄罗斯媒体报道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高级人士米斯瓦米·安纳杜拉伊表示 月船2号的着陆器维克拉姆号在月球表面硬着陆 暂时无法恢复联系 安纳杜拉伊还特别强调 即使取得联系也只能是短时间的 也就是说着陆器登陆方面 印度已经彻底失败 月船2号登陆虽然失败 但必须肯定的是 印度在成本控制上取得了其他国家无法达到的高度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表示 月船2号任务耗资仅为1.4亿美元 更令人震惊的是 月船2号探测器本身只花了8700万美元 称其世界之最都不过分 此次印度月船2号原本计划在月球几地附近登陆 其难度和复杂程度比中美苏登月要高得多 理论上需要更多的投入 我国国家航天局透露 嫦娥4号耗资接近一公里地铁的造价 大约5亿美元远远超过印度 并不是说我国耗资大 相反在航天领域这种大型项目 5亿的投入很低廉 美国阿波罗登月耗资超过1000亿美元 不难看出 印度在成本支出方面做到了极致 当然 低廉的投入势必为这种高端项目带来种种弊端 导致材料设计以及技术 无法达到登月的要求 月船二号登月失败是否与此有关 暂时无法考究 但是印度月船二号升空过程中 火箭的运载效率之低则创造了另一个世界之最 印度此次火箭发射的运载效率仅为1.15% 其运载效率之低真正是前五古人 什么概念呢 南无国长征三号以运载来说 其重量是450吨 运载重量是12吨 而印度火箭重量达到640吨 其运载重量仅为10吨 之所以出现如此低的运载效率 与其少花钱有很大关系 为了省钱 印度运载火箭全程使用的是不锈钢 使其火箭重量大大增加 而同级别的火箭 美俄则一般用铝铃合金或铝米合金 火箭重量的增加也导致其运载能力下降 为此 印度只能通过地球和月球的轨道运行 将月船二号送上月球 导致其航天器抵达月球的时间 是中美的十倍之多 同时轨道运行也增加了登月难度 以色列创世纪号的建造成本约1亿美元 不幸的是登月同样失败了 新德力研究机构政策研究学会分析师巴斯卡尔曾表示 印度擅长推销低成本科技 但有可能正是因为太低的投入 让以色列印度在最后时刻 与月球俱乐部失之交臂 中文字幕厕五 中文字帖 中文字幕厕一